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个兄弟都如愿以偿分到债宝做兵友 只有徐四根因为马铁被诸四推荐 德国独间允许去负责打造马掌事宜 这半年多之后 经过最初的打马铁到烙马铁 从最初的不是伤马 到如今基本上龙骨的所有骑兵马匹都习惯了马铁 可真是花费了不少心血 但这种心血可没有他们杀敌立功被人看得到 所以到现在他还是兵丁一员 一份功赏也没有征得 范江林要说什么 徐茂休想开口了 他静止问道 老四 出什么事了 徐棒锤鼓起了腮帮子 说道 没事 范江林抬手打了他的头一下 骂道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也学人撒谎 徐棒锤摸了摸头 他红着眼喊道 四哥被人欺负了 还被人打烧 此话一出 范江林 徐茂休面色变了 真是他娘的活得不再烦了 范江林喊着 抬脚就走 徐茂休伸手拉住他 等等 新闻清楚 他说着 又扭头看徐棒锤 怎么回事 那些当官的不肯承认四哥的功劳 还怨恨四哥夺了他们的功劳 山洞一群人来打四哥 胳膊都没拿起砸伤了 当官的 山洞 范江林看着徐茂休 问清楚了 你打算如何 徐茂休看着他一笑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他说着 松开范江林 自己先迈步 带上家伙 范江林哈哈笑了 没错 管他什么当官的当兵的 自己兄弟受了委屈 第一个就要站出来 思前顾后分析利弊 从来就不是兄弟 他喊道 带上家伙 带上家伙 叫上他们 看着六个人气势汹汹地纵马出来 另一边叼着一块吹饼的刘逵 瞪大眼 他将嘴里的吹饼吐出来 喊道 喂 喂 喂 你们干什么去 没人理会他 徐茂休等人 纵马急驰而去 想跑 我可看着你们呢 刘魁喊着 挤不过去 抓着一匹马追了上去 龙骨城的一处营宝内 喧嚣冲天 怎么了 怎么了 外边的人听到了 好奇地问道 打架了 打架了 听到打架 对时无数人都涌进来 年节过了 城中闲闲无事 这种热闹可不容错过 说啦一声响 一个壮汉被人扔出来 还没等他起山 范江林便扑过来 一腿压住 拳头就狠狠地砸了下去 这般雄汉 引得看客们一片叫好 这边冲过去好几个人 才把二人拉开 那壮汉被打得满脸血 你们想干什么 反了吗 范江林 又剩你们几个 上一次杀了上官还没够 还要杀自己人吗 范江林等人喊道 上一次咱们兄弟 被人欺辱敢还手 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转眼又打在一起 刘逵看得目瞪口呆 他喊道 果然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躺着稀贼不傻 专跟自己人成兄 他的话音未落 勇勇混乱的人中 不知哪个的胳膊 触到他一下 刘逵顿时跳起来 狗娘养的 打老子做什么 看着老子好欺负吗 一面喊着 直接挥拳头就打了过去 周六郎得到消息 来到官厅室 参与打架的人 都已经被带到官厅里 都城的指挥室都惊动了 在官厅里 大发雷霆 暴跳如雷 喊着 要将徐茂修等人 拖出去仗责 徐茂修说道 大人 我们有罪 我们理应 但他们有罪 也不能不就 指挥室冷笑 看着徐茂修不理会 几个小兵丁 开口理会 反而丢了身份 旁边自有虚利呵斥 你们大人 倒是别人的错 大人 为何不问我们 为什么大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让大人来问话 小的 自然不够资格被问 但这些人 殴打徐茂俭 徐四根 却是大战 对都尖封场 论功不满的旗号 难道大人 不该问一问 徐茂修一时喝道 竟然抬出了都尖来压他 龙骨城的指挥室 面色沉下来 他沉声喝道 徐茂修 你是来乱我公堂的 一个小小的敢有 竟然敢质问 魏州路 龙城谷兵马指挥室 外边看热闹的人 顿时都寂静无声了 跟那女人学的 什么事不敢做啊 周六郎 则在心里哼了声 徐茂修 几倍挺直 大人 小的们不敢 小的只是想要证个名 小的兄弟徐四根被他们打了 说他夸功 小的们不服 明明独间认定的事 怎么就成了夸功 要是如此 小的的弟兄 岂不是天天要被人打 小的们打人不对 应当治罪 但指挥室 是不是也该问问 这些人的罪 要不然岂不是说 他们打的对 我这兄弟就是夸功 独间带着请功 是错的 指挥室的脸色木染 心里却是比方才 更为暴跳 这该死的逃兵小儿 这该死的逃兵小儿 这几人的来历 他自然清楚 犯了事 杀了人 当了逃兵 在京城攀上高枝 得以免罪 又重新回来 骁勇是骁勇 但这种兵 却不是他喜欢的 看看 竟然敢跟他叫板 依仗什么 不就是仗着 上边有人吗 上边有人怎么了 不就是几个兵丁吗 在军中随便寻个不是 几十军棍打下去 要不了他们的命 也能让他们 落个残疾 谁还能寻出他的不是 但是他不能啊 这该死的小儿 拉出杜奸大人 自己此时还要用 以下犯上的罪名 再责罚他们 那只怕传到杜奸耳内 自己也少不得 安上这么个罪名 他慢慢喊道 徐茂修 小的在 徐茂修应声道 指挥使慢慢地磨了牙 沉着脸说道 此事 我自会查办 看着退出去的徐茂修等人 再看围观人惊讶的神情 指挥使狠狠地甩袖子 咱们走着瞧 而这边走出观厅 徐茂修等人 则是神经气爽 气也出了 打也白打了 真是痛快 得罪人 还有什么可高兴的 周六郎的声音 在后响起 徐茂修回头失礼 说道 是今是 总是难两全的 况且 得罪本来就对自己不善的人 也不算什么得罪人 周六郎失笑 又痴声 还真是跟那女人学的够猖狂 他懒得再理会这些人 抬脚卖步 徐茂修就喊住他 大人 多谢大人关系 周六郎的脚步停下 回头 徐茂修冲他拱手失礼 周六郎面色一僵 痴声转身大步走开了 徐四根是见到徐茂修等人后 才知道这件事的 又是惊又是急 又是担心 他喊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 咱们弟兄 好不容易才有了重来的机会 难道又要犯上逃命吗 四哥 怕什么 你方才说得太好了 就是什么 他们欺负四哥 就是指责 督奸呢 徐茂锤哈哈笑着 脸上还带着伤 笑起来疼得超出 看上去额外的滑稽 刘葵在一盘夯了声 说道 哼 那又怎么样 那都尖来呀指挥使 算什么得意识 营中将帅为天 要对付你们几个 那真是再容易不过的 你以为这次那都尖得了侥幸 指挥使就会怕了你们 真是可笑 人家只会更想怎么对你们下重手 杀不得你们 几下军棍也能打你们个半死 谁又能说什么 就算说什么也晚了 自己刘家世代军武 自己在军中还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 饶是如此 也到底出了叉翅 被人穿小鞋 赶出西北到京城当废物养老 这几个要家事没家事 要足重没足重的家伙 哪里的底气 或者是傻气吧 这话让十四根的神情更加焦虑担忧 徐棒锤哼了声 瞪眼喝道 哼 关你屁事 刘逵一面伸手指着脸上的伤 也瞪眼喝道 都是因为你们 老子也被牵连了 徐棒锤嘎嘎笑了 吹得那么厉害 还被人打成这样 还不是被你们没有拖累的 这边二人半嘴 那边橘四根神情依旧难看 他说道 这可如何是好 被指挥使惦记上 做事难挑错容易 到时候欲加之罪 何谎无辞 徐茂修说 老子 你放心 我们肯定没事 徐四根 皱着脸说道 你哪来的这么肯定 因为你啊 我 徐四根不解 徐茂修站起来 伸手指着那边的马匹 我相信 老子你做的这些事 一定会被人看到的 一定会看得到 这是大特的功劳的 我觉得 这也算不得什么功劳 其实也怪不得他们生气 没有这个以前 咱们的好男儿们 照样杀鸡得功 当年 朴槿将军 更是纵横西北 无人能敌 初心有了这个 既要抹杀他们的功劳 也是不关心 他们的功劳 和你的功劳 不矛盾 只不过 是被误解了 我相信 假一时 大家定然会明白的 你不信你自己 不信我的话 难道 还不信妹妹吗 徐四根笑了 才要说什么 就听得外边 一阵闲闹 呼啦啦的 涌进来一群人 声音乱乱的喊着 徐四根 徐四根 刘逵 瞪眼喊道 不会 这么快 就来找麻烦了吧 话音未落 但见人群散开 适才还黑着脸的指挥使 脸上笑开花 大步而来 手中 捧着一圈肘 大声说道 徐四根 快快 你得了封赏啦 整个墓间都轰动了 快说看 有个养马的 被局限为官了 养马的当官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军中有墓间 自然有官职 但这些当官的 自然不会亲自养马 养马的 要么是叙利 要么是兵丁 要么就是夫役 书生们科举得官职 而不读书的人的官职 就靠功劳来获得举荐 一个兵丁敢勇 可以依靠杀敌来得功劳 但一个养马的 靠养马得功劳 还真的是头一次听说 人群涌涌而来 将一个小小的木间的官厅 挤得水泄不通 三邦 管 马匹 徐棒锤手里举着告书 大声地念着 只可惜 许多字不认得 念得磕磕绊绊 让屋中的人 听得一头雾水 一个兄弟伸手夺过 再给徐茂修 他说道 去去 你贴什么乱 让三哥念 徐茂修笑着结果 他说道 三班戒指 管沟 陆中军马事宜 管沟 那岂不是和周家小子一样了 那怎能一样 老四这个 只是从九品的官室 这下 徐棒锤听懂了 从九品 那也是鬼市 他喊着 伸手指着一旁的指挥室 比指挥室这个电视 还要大 指挥室被当众喊得 面色赤红 不过 跟方才那种 暴跳如雷 恨不得 把这几个人 打死的心情 完全不同了 他和和笑了 虽然 笑得不情不愿 但 到底 是真的笑了 官身 多么难得 没有人 比他更清楚 他今年 快要四十岁了 从一个正名军将 熬了一辈子 才熬到这里 而这个 二十岁左右的小丁 竟然一举 获得九品官身 这不亚于 一步登天了 看来 他背后 不只是有人 而且 人 还不是一般的厉害 对于厉害的人 极恨 不是明智的事 毕竟 损人不利己 可是傻子作为 他笑道 徐官哥 你的官服 正在路上 不日 即刻送到 你看 官厅 是另寻 还是就在这里 重新布置一下呢 徐四根 还处在待这日中 似乎 外界的 这分杂热闹 与他无关 徐茂修笑着 对指挥师 客气地说道 我这兄弟 高兴傻了 指挥师 在徐茂修面前 完全没有方才的傲气 反而很高兴 他能为自己 找台阶解围 一个徐四根 能获得官身 这几个人 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可不能再把他们 当普通的军行看待 看看这几个人 虽然曾经背负逃兵之苗 但自从京城一趟后 命运大反转 重新回到西北 杀敌逍遥 爷的兵丁 杀敌是为了奖赏 好过好日子 而他们呢 根本就不在乎钱 据说 过年的时候 从京城送来的钱 比都间大人的 全部身家都多 来的人恭敬不已 一口一个东家 既然有如此身家 还如此的拼命 真是令人惊讶不解啊 而这个 不上阵杀敌的男人 就靠这个 看似不起眼的马铁 竟然一举获得关身 指挥使读书不多 此时此刻 不由冒出一个 不知哪里看来的词 来描述自己的感觉 至追于囊 这几个男人 早晚是有大作为的 他自我贬损地说道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我当初祸上的时候 高兴得都哭了呢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 笑声未落 一直呆滞的徐四根 呼得大哭一声 气神冲出去了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指挥使哈哈笑道 你看我说吧 会高兴得哭了的 徐茂修找到马圈的时候 徐四根已经不哭了 坐在马圈里 手里拿着一块马铁 认真地看 三哥 他听到脚步声 抬头看到徐茂修 忙高兴地笑道 你看这个 又是家中家后的 到时候冬日冰雪上 都不怕 徐茂修笑着点点头 伸手接过看 一面在他一旁坐下来 马圈里气味腥臭 二人的面前 马腿马尾乱晃 他却笑得开心地 如同坐在宴席上 徐四根呼地说道 三哥 现在是做梦吧 就算是做梦 又如何 没梦就行啊 徐茂修哈哈笑了 伸手拍他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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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